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西讲的话呢 三藏十二部都是的 所以四十八愿呢 用最简单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是故法障菩萨于发无上菩提心后 气结大愿 他发了无上菩提心之后呢 就接着要讲这个四十八愿 他这个四十八愿呢 真正兑现了 真正实现了 超胜无数佛国 故请求世尊 未演经法 他所设想的极乐世界 远远超过其他诸佛杀徒 因此呢 他请求他的老师啊 给他做一个展示 这个叫做言 下面再讲 此端大愿为 我今行菩萨道时 以发无上菩提之心 愿成佛 愿一切如佛 经文当中所讲的 取愿做佛就是愿成佛 悉定如佛 是希望样样都跟佛一样 有 诱断中 唯 菩萨道 这个唯啊 就是行 它是当作动词 也就是行菩萨道 无上正觉者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犯语 阿尿多诺 三秒三菩提 这句话我们在前面呢 跟大家报告 佛的十种德号呢 有做过解释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为什么不把阿尿多诺 三秒三菩提 直接翻成无上正的正觉呢 在古代 翻经的大德 有提到 无种不分 这个叫做尊重不分 因为阿尿多诺 三秒三菩提 是大乘佛法修学的总目标 我们学习佛法 就是希望将来 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学佛绝对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也不是为了求多子多孙 你求什么 明心见性 大策道 希望大家一定要很认真地来学习佛法 不能够感情用事啊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道场呢 听经文法 念佛 拜佛 把自己的功德呢 回向给大家 这样子啊 才对得起所吃的这些饭菜 才对得起呢 那些虔诚供养我们这些大众 我们要知道这些饭菜 都是其他同修 辛辛苦苦打工 挣钱 买这些粮食 买这些菜 供养我们的 我们如果没有真修 怎么对得起人家 这说不过去啊 下面是讲到学法门呢 愿佛为我广宣经法 我当奉持 如法修行 念老在下面解释 故请求世尊为我广说经法 我当信奉 如法修行 经法 佛之经口所说 为万事之常法者称为经法 这个经法呢 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真理 真理 永恒不变 万事之常法 现在佛说的 跟过去佛说的 跟未来佛所说的 完全一样 每一尊佛都提倡 孝道 师道 再看一下我们中国儒家 道家 这些圣人也都是这样子提倡的 所谓的佛佛道童 讲到常法 你看中国老祖宗讲到五轮五常 父子 夫妇 君臣 长幼 朋友 这五轮关系 一定要把它弄懂 怎么相处呢 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君臣有义 长幼有序 朋友有性 这讲到五轮五常呢 仁义理智性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奉持即常见之奉行 故今末常为信受奉行 表敬受遵行 全权福音之义 所以我们看经典 不管是大圣经 小圣经 到最后 那个经文都是一样的 哪四个字呢 信受奉行 这个信受奉行 表什么意思呢 表遵行 表全权福音的意思 本来ру到了 请不吝点赞福音的